上集我們聊到在美國擔任資料科學家的Amy 我蠻喜歡Coding Coding可以帶給我很多成就感 當初如何一度探索 最後踏進資料分析這塊領域 因人機會下我就選了 台大的商館城市設計 這集我們要聊聊資料分析到底是什麼 很多種因素可能會影響你的預測的東西 所以你可能可以的做法就是 如何身經百戰 南加大的商業分析研究 就真的是最後一刻 我才拿到一個offer 在美國生存找到工作 在車站中下車踢著我心裡 他這麼奔跑 你有遇過真的你寫不出來的時候嗎 有啊 那我就亂掰啊 真實踏上資料科學家的路 比如說推薦系統的東西 我覺得那是更有挑戰性 然後我更想秀 Shirley Pong不趁著YouTuber 之後還有別的實習 是在一蘭科技 對 他也講一蘭拉麵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經驗好不好 那時候是什麼時候啊 大四升大五的那個書家 因為又修了一些跟資料分析相關的課制後 對這個領域有興趣 所以我就去找一個相關的實習看看 一蘭科技主要就是做社群的語情分析 就有點像是他們會爬蟲 把網路上比如說Facebook啊 Instagram啊 或者是PTT上面 大家在討論什麼東西 抓下來 然後我們會整理成報告 然後跟客戶講 爬蟲要怎麼解釋啊 爬蟲有點像是大量的 搜集網路上的資料 然後把他們抓下來 然後他就會下來 然後給你一個 你可以把 呃他就是 就不會講 現在很多語言 應該都已經有寫好的模組 所以你就套用那些 下載資料 他可能就會整理成一個文字檔好了 你可以把它長上成文字檔 所以很多的文字檔 那你就可以再把它整理成 可能可以放在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它會是一個表格嗎 還是什麼 可以 你可以把它整理成一個表格 所以其實 你抓下來的東西是文字檔 那就看你要怎麼再去清理它 整理它 但是因為我在做實習的時候 我不是那個做網路爬蟲 我是已經拿到就是乾淨的 清理好的資料 用那些資料做一些 資料 視覺化 寫一些報告 給客戶看 是例如像說 你得到的資料 就會說 哦現在 一蘭拉麵這個關鍵字出現了很多次 是這樣子嗎 類似 就是我可以搜尋 硬要講一蘭拉麵 哈哈哈 我可以搜尋一蘭拉麵對不對 嗯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有哪些發文 嗯 是在講一蘭拉麵 比如說 這篇文章有提到一蘭拉麵 然後它有幾個讚啊 然後它有幾個留言 然後它的留言是什麼 舊情分析 另外一個功能是可以 跟你判斷說 那大家對一蘭拉麵是正面的情緒 還是負面的情緒 之類的 好酷喔 對 不知道原來這是一個 會有一個專門的公司在做這件事情 會 因為其實 我隨便舉例喔 比如說 Nike Adidas Under Armor 它們都是競爭者 Nike就會想要知道 其他競爭者的產品 大家對它們有什麼看法 用關鍵詞去判斷說 大部分的評價是正面還是負面 是這樣子 哦沒有沒有 正面跟負面這個應該是有背後 另外一個比較複雜的model 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不知道 藝蘭科技是怎麼做的 我講一個我覺得有可能可以做的事情 是你 train一個model 然後你給他一些example 這一百筆 我把它標記成正面 下一百筆我把它標記成負面 然後train完之後呢 那我就再給他看一筆新的資料 他就可以幫我預測說 那它是正還負面 簡單來講 可能是這樣 可以想像 可以想像 我有在用train gpt 沒錯 然後就是因為 因為去藝蘭科技 就讓我接觸到 真的在公司裡面做資料分析是什麼樣 我就覺得 哎 蠻有趣的 所以我就又更確定 我之後要出國念這方面的研究所 後來就申請上 南加拿大的資料分析研究所 是嗎 商業分析 從來 這個不想講錯 接下來就到 南加拿大的商業分析研究所 對 商業分析跟資料分析不一樣嗎 其實 一樣 沒有 因為你商業分析 你就是在分析資料 只是說 商業分析可能會多學一點商業的case 你要怎麼應用資料分析的技術 幫助他們做局策 然後它是開在上學院底下 所以它就叫做Business Analytics 那個時候的上課在學什麼 我就會分三大塊 統計 機器學習 Coding Coding就是主要是學Python的C 再來就會有一些課 可能就是怎麼應用啊 我自己印象深刻 蠻有趣的一門課就是 在學 Fraud Analytics Fraud 詐騙嘛 對 舉例好了就是 我們每天不是在刷信用卡 對 信用卡公司總需要一個機制判斷說 有沒有人在到手啊 那那背後其實是可以 用一個機器學習的model 或是系統去判定說 可以這筆資料是不是Fraud 那如果他覺得很高機率是Fraud 他就會 可能寄個email給你啊 最近他可能可以判斷 平常的消費是這個水準 沒錯 然後突然發現一個這樣子的的話 對對對 啊 沒錯 我聽我稍微 欸我覺得你很有天分 啊 啊 對啊 不要作為你了 你也來 我真的可以跟你一起這樣 一起來 不用騙了 今天來找工作 可是你們要學的應該是更 認真的去寫出一個程式嗎 我們要從 我們拿到資料之後 我們要怎麼 整理那些資料 然後用那些資料 要build什麼樣的model 要怎麼優化我們的model 再用那個model 做預測嘛 預測說這筆資料 是Fraud的機率有多少 這整套流程我們都會學到 我現在聽起來 會覺得資料整理的部分 是我沒有辦法想像怎麼做的 資料整理的確有的時候是很 蠻難的 而且是很討厭 因為很多細小的東西 是你有可能沒注意到 對啊你也不知道要怎麼分類吧 是分類嗎 應該說我們拿到的資料 可能已經是一個table 但是呢 它裡面可能會有一些空白啊 不符合你 這個欄位該出現的東西 那你就要去找出它 然後去做一些挑戰 會導致你的Excel出現error的那一個東西 有的時候會 有時候就是要去 手動去整理 要看產業 有些產業的資料可能很乾淨 但是比如說像 我知道 Healthcare Industry 那些很多病例資料 就很雜亂 要花很多時間去 可能一個一個看 它是手動的 實際上怎麼做我不知道 但就是你如果真的很亂 你就要手動 然後把它整理成一個 比較好的 拿到資料之後 看客戶現在需要的是什麼 看他有沒有怎樣的趨勢 看客戶想要 得到什麼樣的答案 看他問的是什麼問題 比如說 Walmart好了 他會想要知道說 下個月 買肉的產量 會是多少 他想要知道他的需求 他才能夠準備他 要準備多少貨量 那這個也是可以用機器學習 去做一個趨勢分析 我有問題 是 這件事情有需要特別顯成 出來做嗎 因為我現在想像的 就很簡單 就假如說 這一個月的肉 賣了這麼多 對 然後我每個月的肉賣了這麼多 我就可以簡單做出一個 表格了 是沒錯 但是呢 你有沒有想過 比如說你今天只看 過去六個月的量 去預測說下個月的量對不對 那 不可以說 你過去六個月的量 其實 你有在做一些促銷活動 所以 這個六個月 是特別高的 但是你下個月 過了那個促銷活動 大家就不想要 所以就是有很多種因素 可能會影響你的 預測的東西 然後加上你每一個月 起起伏伏 有些產品在 年末比較好賣 有些產品年中比較好賣 所以有些有季節性的東西 你就要考慮進去 所以你可能 可以的做法就是 寫一個模型 描述 所以這個模型裡面就包含了各種狀況 對 最後會變成是 我給你一個我下個月的那個狀況 對然後他會告訴你說 以前的這種狀況最後是這個結果 沒錯 對也是這樣 對也是這樣 好可憐 好可憐 也有 有一個支線可能會比較像 Data Analyst 做一些可能 資料視覺化的部分 趨勢圖啊 我知道這個英文 Visualization Visualization Exactly 然後會建一些 Dashboard 你那個Dashboard 可能可以輸出給客戶 然後客戶就可以 在上面調整一些參數 然後看到他想要看的東西 第二個是 做Machine Learning Model這一塊 你需要運用到Machine Learning的技術 然後去做預測 一個感覺比較像是前期 一個是後期 我覺得也不是前期後期 因為我認知中的Visualization 是比較後面的 比較對客戶 比較對客戶 你可以想像成一個是 對客戶 你在做Report 然後另外一個面向是 Bill一個系統 會再把Bill完的這個東西 跟公司的產品結合 所以有點像是 你Bill完這個 然後給Engineer 那Engineer可以 運用這個模型 結合在後段 前面在康乃迪克 跟在加州 有很大的差別嗎? 上學本身沒有 心態上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一個是去玩的 一個是去念研究所 然後 就要準備要工作 而且就是很清楚就是 我一定要找到實習 一定要找到工作 所以就是 壓力超大的 我覺得 我覺得在美國一個 讓人壓力大的點 真的是 那個簽證 對啊 你那個時候是 我那個算STEM 所以是三年 對 我是念兩年的 program 它其實是一年半 但是你可以也半個學期 這樣你時間比較充滿 然後因為我還有STEM 你畢業後 有三年的學生簽證 第一個 你的目標就是 一進去你就要找實習 八月入學 然後可能 陸續十一十二日就會 開始丟實習的旅行 好感喔 你看我還沒上到幾堂課啊 就是可能像第一個學期的課 上完了 然後你有一些 project可以放在履歷上 你可能就會開始投旅行 而且那時候投 就真的覺得 我自己都沒什麼經驗 我憑什麼去找實習 但是也沒辦法 你就是得投 趕壓的上架 對對對 有點像這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蠻難找的 我找到隔年的五月 就真的是最後一課 我才拿到一個offer 真的假的 壓力好大 我想到就要哭了 我算是晚的 有些同學是比我早的難道 你覺得南加大是有怎樣的學校啊 會推嗎 推嗎 我自己念下來我覺得還不錯啊 但是他就是 我知道很多人覺得他是學店 有到學店嗎 我聽到比較多 我先就直接講 我聽到比較多是 那個是一個腳錢就可以進去的學校 哦 像我們科系好了 一屆一百多個人 所以其實算一個很大的戲 也還好吧 就也不是腳錢就可以去 他還是有面試的啊 你那個時候進去 他有特別面試什麼內容嗎 南加大的面試 他不是真的面試 但是你要做一個影片 介紹你是誰 你為什麼想要念商業分析 我自己大概講的就是 我以前的經濟是什麼 然後最後就是一定要 就是gay by一下 講說我覺得我加入一定會 是一個great asset 我覺得美國很愛這一套 就是不是只是你要寫說 學校可以提供你什麼價值 而是你可以提供學校什麼價值 有什麼特質是他們可能需要的 對 或是你可以怎麼幫助到他 你不能只是說 學校可以讓我變得更好 你要說 你會需要我 對對對 我有什麼能力 對對對 你那時候還有投其他件 我最後其實投了兩三件而已 蠻少的耶 對因為南加他很早就給我offer 哦是哦 然後所以我上了之後 我就也沒有更想要上其他的 這也算是蠻幸運的啦 要感恩你字 我念了這個商學院 我覺得他很大的一個行銷 他們自己的點 是說 南加拿大的校友是很強大的 他們很樂於分享資源 所以比如說你進去 你想要reach out 校友 他們是有資源 可以讓你真的寄信給校友 我覺得在networking這一塊 USC算是做得很好 而且尤其對我們這些大學才畢業 去美國的人來說更重要 因為我們一去美國是 誰都不認識 真的 networking在美國的就業市場 真的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而且你想就是美國那些大公司 一天HR可能收到好幾千 好幾萬的履歷 那你如果有一個referral 至少比較有用 你那時候有用到這部分的資源嗎 有耶 我後來會找到我現在這間政治的工作 也是因為透過一個台灣人 他幫我內推 內推之後才跟HR有面試的機會 不然如果沒有的話 我可能也拿不到面試機會 你有在美國遇到什麼新鮮荒唐的事情嗎 我在機場前面跑了20分鐘 踩到 踩到那個 機場這算嗎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感恩節飛去Boston找我表哥 在L.A. 最有名的就是什麼 他們交通非常的亂 然後感恩節那時候又是大家travel的那個高空氣 開去機場的路上 根本就還沒到機場 就已經塞爆 大家就停在那邊動不了 快遲到了 我沒有時間在那邊等他們移動到機場 後來我就直接在那邊下車 你在車陣中 我在車陣中下車踢著我心裡 他就奔跑 好有畫面喔 他奔跑到機場 找一個機場工作人員 我要到哪個Terminal 怎麼去是最快 然後Logran就上這台Bus 然後他就帶我到另外一個Terminal 好像災難 美國找工作是一個怎樣的 環境嗎 我投了幾百間耶 我算是海投 我的戰術就是海投 那時候有聽你講 你說你已經投超多個 加上疫情嘛 所以我其實知道的人不多 我的Networking這一塊 其實就沒有做得很好 最後拿到面試的可能有十幾間 所以其實報酬率也很低啊 我投了三四百間耶 三四百間之後 最後只有十間禮物 好累喔 對啊 假如說你進完HR 下一關之後 會有很多類似考試的環節嗎 會 他們會有Live coding 他覺得說OK 那我們現在來Live coding 然後他就會給出一個題目 假設今天有這個數據的話 我要怎麼抓到 比如說上半年的平均啊 然後你就要寫C波 就當場寫出來 壓力好大 對啊 其實Live coding壓力蠻大的 很可怕 而且如果你遇到一個 完全不會的問題 還是硬要趕快想辦法 然後再問他一些問題 拿到一點點錢 跟那個Google那個好像 你要會提問 至少講出一個好像有點邏輯的東西 我知道你講的那種 但是我們就是你除了講之外 你也要真的開始動手一下 你有沒有完全擺爛 就是說 喔我懂 大概是這樣 你還知道這是寫出來 你有遇過真的你寫不出來的時候嗎 有啊 就亂掰啊 而且我覺得我面到那個問題是 算比較senior level的東西 或是已經有點不太像data science 會問到的問題 然後就真的是亂掰 我真的覺得 喔好像趕快掛電話 好像趕快結束這個面試這樣 他們通常都是問怎麼樣的問題 如果技術層面 他可能就會問你說 你知道PValue是什麼嗎 你知道Machine Learning 你要怎麼選出最好的Model 有哪些KPI你可以看 可能要跟他舉例 那他們還會很在乎你的個兒特質 我覺得這要看公司 我遇過的可能會問你說 你覺得你自己 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你覺得你自己的weakness是什麼 weakness你要講什麼 我都說我是一個動作很慢的人 真的 我就說我覺得 我因為就是動作太慢 然後有時候會太鑽牛角結 然後但是但是 最後一定要一個但是 但是呢 我是一個很仔細的人 所以我會把事情做好 不能講完你的缺點 然後就衣服完了 我這缺點沒救 你要包裝成 他其實是個優點喔 我覺得面試過程 我學到的就是 你要如何行銷自己 尤其我覺得小公司更要 小公司他們有時候在找人看中 你有沒有符合我們的Culture of Fit 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其實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就是盡可能的 想好一些你的故事 你要怎麼串好那些東西 你實習的時候的內容 跟你現在工作的內容 是差不多的嗎 我覺得差蠻多的 我實習比較像是在做資料視覺化 但是我現在在做的完全 就是在做建模型啊 優化我們的系統啊 然後跟Engineer合作 等於是你剛剛講的 研究所的兩個支線 你先做的其中一個支線 然後再做兩個支線 差不多對 我們那間公司很酷 他在幫餐廳啊 學校 公司這種有大型廚房的 這種大型廚房不是都會有剩餘的剩菜嗎 但是很多其實是可以吃的 是 所以他們就會想辦法要把這些可以吃的 變成一份一份的午餐 送去給慈善機構需要的人吃 所以有點像是 資源在分配 那客戶可能就會想要知道 每一週會剩餘多少的牛肉好了 所以我就是負責會去抓這些資料 好酷喔 對啊 好酷喔 就是這是一個非常specific的 的case 你工作之後沒有特別要找visualization的工作 沒有 因為我後來做一做就發現其實 我沒有那麼喜歡 欸是嗎 你剛剛看表現的很像是這個樣子 不是我覺得那是好玩的 可是比起建模型做一些 比如說推薦系統的東西 我覺得那是更有挑戰性 然後我更想秀的東西 欸你很coding仔欸 我覺得我越來越欸 我沒有想過會就變成coding 我也沒有想到欸 高中的人是很外向的人 嗯 欸你這是什麼那個刻板印象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第一次講話 也是你來跟我講話的 真的假的 是 是在中正紀念堂的時候 喔喔喔喔 我去答申你 對 你這麼覺得我是怪人 我那時候是覺得哇 你是一個愛講話的人欸 來講正職 Data Science 對 也要考慮到說 使用者會覺得很煩 對我針對每一天 一個裝置可以看到幾個廣告的數量 這也是我們可以去做公話的 我在浴缸裡面 跟我老闆開門 我就是一個對coding 真的超級沒有針對 我們是學什麼語言啊 那個不是學語言 那這只是在學ManLab而已 喔 ManLab也是一個語言啊 算嗎 我的另外一個寫程式的朋友說 那不算 一個就算真的喔 會有會有所謂的加州 就是比較假的 我是聽加州 你自己講的 比較假喔 遇到是還好 但是我的確也有聽別人講說 他們覺得 就是加州或西安的人 就是比較 good night but not kind 哈囉 原來有這種 這不是我講的 是朋友講的 好多聽人 有看